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民行動 已經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還有議題的整體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也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也很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因為透過你的捐款 獨立媒體才能夠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讓我們一起聽點微小的聲音 燦爛時光惠客室不知不覺就走了10年 因為前一陣子也是在燦爛有幫助幫忙協助我們的黃人熙 就說已經10年有沒有什麼慶祝活動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要辦什麼特輯之類的 然後突然間我才發現10年了 所以那個從一個不知道為什麼開始的一個節目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開始 我稍微回想一下 他一開始是因為我做 剛好學校有一個電台開始做 然後就開始做燦爛時光 然後就開始訪問議題 那後來也跟這個公庫的記者 我們就會定期的連線 然後講那個禮拜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做了做了就覺得說 好像還可以做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找今天的主持人 不是來賓就是吳東木 東木哥還有這個 就是主要東木哥討論 那時候還記得是有拿高一起來做討論 然後我們就談著談著 然後隔一兩個禮拜就開始出現節目 所以從燦爛時光變成燦爛時光會客室 所以在這個10年來的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協助我們 那當然協助非常多的就是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吳東木燦爛時光會客室的前製作人 我們掌聲歡迎他 你好我們把時間都交給現場的東木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代班主持人 主持人好 你好 這樣很奇怪嗎 對你剛剛談到那個過程 你有回憶起來嗎 對對對 就是 我還記得我們是在那個什麼 信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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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一個紐約紐約 現在關掉了 關掉了 在外面稍微談了一下 就是這個節目 好像是還有大暴龍 沒有 沒有大暴龍 一開始就是 我們兩個 我們兩位跟那個 就是 現在公事公會的 公事公會的理事長 理事長 對拿稿去談 那其實應該是說 公事其實也關心一些跟公庫 或者是燦爛時光 還沒有回客室之前 關心的議題 就是有某部分的重低 對 那那個時候就跟當時的經理 現在應該是公事策發部的經理 叫何國華 他講到說 所以跟我們合作的都有高深就對了 對 有高層的存在 他那時候是新聞部的經理 新聞部經理 對 他就說要不然看怎麼合作 那我就說要不然我們來合作 所以這是這個節目 會開始的一個源頭 那好今天這個 就是這個身分的轉換好像有點困難 很困難 那我先問你幾題 你再來問我 不行不行 你不要打到我 有會怕我問嗎 我先問一個 上次有一個日本的學者來訪問我 他居然知道我們曾經合作 又後來不合作 是喔 他有問說 他就問我說為什麼後來沒有跟公司合作 你現在跟我講清楚為什麼 這個也不是我說不要合作 我還是希望能夠繼續合作 對啊 那後來怎麼不合作 其實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後來就到別的 我想應該就是新的團隊 是 然後有一些新的想法 他有新的規劃 都很正常 是 我只是很多人會有疑惑 就是把他就講 那是很單純的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可能主要 我被賦予的主持人的任務是說 應該是要談談公庫 或者是菜難時光會客室 這 有菜難時光會客室 這十年來的發展一些乾苦 一些過程 然後他做了哪些內容 那我看了一下就是說 目前我們這集播出之前 做了459集 這集就是第460集 那十年下來也就是說 每年做了40集集 其實就是幾乎是每週 因為有時候我們早期 有一陣子是兩週做一次 是 那後來好像密度就比較正常 就是一週一次 那我的印象裡面 可能是我們一開始合作的時候 好像那時候 不管是土地正義 居住正義 被破簽這類的議題 蠻多的 就是說那時候這些議題正在 被社會有些關注 當然那關注的面向可能是一些 比較衝突的場合 那所以我們也做了一些 不少這樣的題目 我印象裡這是最多的 但是我看到你們提供的一些資料 就是最新的資料 其實最多的是勞工 勞工 勞工做了112集 就是他的標籤數量是112 那再來可能就是說人權 標人權 人權可能是這個副標籤 人權都會跟其他的議題搭在一起 對是搭在一起 它其實所以那個就先不論 然後再來居然是政治 這個我有點壓抑 當然也做了不少跟管老師本身的背景 比如說你在就是做這個媒體的管理者 然後也在學界教書 所以有媒體有教育 這也都蠻多的 當然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土地爭議那些 其實也還是蠻多的 還有性別還有原住民 就是說政治這個讓我很驚訝 可是我後來看最近你們做了4集是 2024落選人系列 訪問了王醒之 邱顯之 時代力量的邱顯之 那王醒之是基隆的獨立參選人 還有原住民的獨立參選人 然後還有小歐盟 那這些其實在媒體的報導裡面 可能小歐盟還有一些點綴 那像王醒之 實力可能還有 因為他是現任的 但是其實就是已經力量 時代就是力量 時代在變力量消退 對 你要講這個 對 那原住民的議題就是 選舉本來就比較不被關注 那尤其又是一個就是 可能我們會認為說他聲音更微小的 一個獨立的參選人 沒有任何政黨背景 然後之前就做社會運動 大家都在關心藍綠白 大家認為說這個三黨的政治可能對民眾的影響 對政局的走向的發展 對民眾的影響會比較大 那你就是公庫為什麼會做這個 政治的 落選人系列 對 前面鋪陳那麼久就是要 是 我以為要讓我再回應前面 為什麼會這些主題 應該是說政治也可能是一個 副標籤 就是相對的標籤 因為 它有很大一部分是 這些剛剛談到的 各式各樣的人權議題 它會涉及到政治制度 那這個政治制度可能就是藍綠 或者是藍綠白 例如說談到社子島 它就會談到白 因為白執政的時間或區域並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們並沒有不關心藍綠白的一些問題 只是說 我們不太會去花時間去談藍綠白之間的差異 跟競爭競竹這件事 因為這個台灣主流媒體談太多 那我覺得我們也不見得能夠談到更高明 甚至一個更大的問題是 我們離那個場域相對下是比較遠 因為這些媒體可能會有一些政治的記者 或是這些跟這些都平常都很好的關係 所以他們可能近身的觀察 但我們並沒有這樣一個資源跟條件 那所以會談政治 但是它不是一種主流的政黨政治的概念 那其實包括你剛剛談到的這種 這種落選者好了 其實我們光是談保證金 小歐盟政治不算 那其實就應該談過 之前都談過兩三次 對 那所以它還是一個政治的面向 那為什麼會做這四集的落選者 落選人系列 是因為 剛好想不到題目 就是剛好那一陣子 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因為選舉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議題就不見了 因為它會放在那個競爭競竹上面 所以選舉的時候 特別是最近這幾年選舉的時候 NGO發生的機會 被看到機會是很少 那這個東西就會讓我們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題目 但是又想想說 就像你剛剛談到 在政治裡面有很多很值得去談的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所謂落選者 那談這個落選者系列 當然就會變得是 因為這四組的落選人 基本上來講我都認識 然後也跟他們有一定的互動或是了解 所以對我來講 這些人其實在整個政治領域上面 你不管他的其他的主張什麼 但我覺得他在這個領域上面 或是在所謂的地方經營 或在組織的經營上面 我覺得他是認真的 然後他其實也提 我也去看過他們的政見 然後其實他覺得他們政見是 是有些是重要 或是他蠻多是重要 但是他沒有被看到 他的認真沒有被看到 他的這個政見沒有被看到 所以就找他們來談 那當然他們落選 那所以 當然會針對這四個不同的 這四組不同的人 我們就會去談一些 跟他相應的組 他的共同性就是 這個制度 這個結構例如說保證金 或者是這個 相對的這個 用大量的資本去選舉的這個體制 或者是說媒體的這種偏好 或者是這一種補助款等等 他是一個制度上面 使得這些人是沒有被看到的 可是我們也會希望去談的是 這些人他提出來的主張 甚至他怎麼去反思 他沒有選上這件事情 那這個其實就會變成是說 當他反思沒有選上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是一起跟著社會一起反思 至少我覺得這些人算是還蠻認真 然後他的政見也許不是最好 但是他是值得被拿出來討論 可是他連被討論機會都沒有 那我們就一起來思考 那如果不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一直在這個藍綠的 或是藍綠白的這個體制底下 那我們就永遠在這裡 可是這個社會裡面有很多很熱情 然後很優秀很有想法的人 但是他需要被看到被聽到 有些人說就是媒體他終究是希望 就是可以造成一些改變 就是媒體的報導才有意義 那你剛剛講說希望讓這些人被看到 反思說他為什麼落選 那就是說其實公庫不斷的在做 或燦爛時光會不會是不斷的在做這些弱勢者 或者是讓這些不被聽到的聲音 就是說要讓他們發出聲音來 可是這你看到就是說我們做的議題裡面 有哪些是有造成改變嗎 有些改變他可能跟我們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但是有些改變可能是 他一直這些聲音一直被看到被聽到 所以他有被看到被改變的可能性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 應該是說我們可以看得到好了 就是我們最常舉例就是同婚的議題 那同婚的當然不是因為我們去做了什麼 他有什麼改變 但是他告訴我們同婚這件事情是可以改變的 那或者是說我們看到一些像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外送員 外送員的部分 那其實在一開始可能是很被剝削 但是我們慢慢的看到其他國家的做法 然後也看到很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他就有可能是被拿出來做改變 所以我們不會做一個 我們這麼小被變成 我們當然不會去垮言說 很多東西是因為我們改變 我覺得那是沒有 但是如果要談一個更具體的改變 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大概一兩年前雲林縣政府 他就做了這個有關於 顏思琦開台四百年的這個展覽 那這個展覽其實 我們在網路上面看到這件事情之後 就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就是顏思琦開台四百年 他就是一個漢人的觀點 那原住民的觀點就不見了 那因為雲林剛好在我住的旁邊 所以我還跑到那個現場 我要去拍周邊的顏思琦上案的地方 就一個人自己作業 然後去那個現場去看他 實際看著他展覽展出了什麼東西 然後看他怎麼去論述 那我就把自己把那些東西都拍下來 那同時也回來就是我們邀來賓 我們邀來賓就是邀這個月亮 對不起忘記你的小編 這個意思嗎 對 因為糟糕 真不好意思 那我們就邀了一個原住民的一個網站的小編 對 然後我們就討論這件事情 那一下節目 節目一播出完大概半個小時之內 雲林縣政府就道歉 雲林縣政府就說他們之後不會去 用這種方法去做 當然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 但是他至少在公開來回應那個30分鐘才 下播的一個節目 那你說有沒有改變 有啊 那你說有很大的改變嗎 可能沒有對整個漢人對原住民的概念有什麼改變 可是他至少做事件上面要改變 所以如果你說有什麼時候直接具體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重要 那當然有些是屬於整個社會群策群力 他往前去推動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不會去說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 公庫在做採訪的時候啊 常常會得到一種回應 就是我們去做採訪 甚至有時候連公共電視都不會在 我們就很容易得到獨家 是 然後得到獨家的時候就會 就是去的時候 然後那個抗議的人就會說 公庫來了 我們就可以繼續抗議了 我們就可以繼續表達了 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 所以可以確保他們的聲音是可以被看到 那他們聲音可以被看到 他就有被聽到被討論的機會 或是被關心的機會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slogan 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嘛 這微小的聲音是對的 是不對的 或者是他是不是自私的 或者是他是不是一個預言家 或是對這個社會很大的改變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當我們發現這個聲音是有趣的 或是重要 是值得關心的話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再聽聽看 我覺得他最起碼就可以做這件事情了 我們剛剛有講到那個 你剛剛講到那個同婚的題目嘛 同婚是性別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題 那公庫或者公事其實也滿早期都有在關注這樣的題目 那最近幾年的確那個氛圍因為同婚合法化 好像就是那個過程就是好像越來越往 比較認同的方向 認同同婚比較好的方向去發展 但是就是說在性別的議題裡面 你們似乎也有關注到就是同婚之外的議題 那同婚反而漸漸少 你要不要談談這個變化的過程 應該是說在社會運動當中 它本來就會存在主流 主流社會運動跟非主流社會運動 然後這個會是一個 就社會運動是非主流 然後非主流裡面還有分主流 對對對 所以但是它會移動嘛 它會流動 所以它可能一些從非主流 然後變成慢慢主流社會運動嘛 例如說 就是例如說好了 在過去例如說 政治運動當中它也是很多邊緣的議題嘛 然後慢慢變成是大家關係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 那同婚的議題是這樣 就是我們其實在一開始報導了蠻多 所以我們早期幾乎每年的同婚大遊行 我們都會去 然後每年同婚大遊行 我們幾乎都會待到最後一刻早期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都會去把這些同婚行動者的訴求 我們不會去太強調那個所謂的變裝這件事情 因為它當然會在嘛 因為它是事實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會花更多時間去談到他們的訴求 把他們的訴求去談得更清楚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做很多基礎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看 你們發現每一年的訴求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後來當這個社會開始熱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同婚的議題我們幾乎是不太會去報導 就是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在 我們覺得大家都在做我們就去做 這其實包括這個什麼 就是課綱 課綱其實也是類似的狀況 其實課綱還沒有引起大的騷動之前 我們其實就已經報導過 然後課綱引起大的騷動之後 我們也有進到教育部去報導一次還是兩次 但是後來我們大部分是報導的是別的 例如說新住民怎麼看課綱 原住民怎麼看課綱 然後他們到這些現場去做抗議 那所以在這個主流的東西它有一些更邊緣的 那這個更邊緣的東西 它其實大家會因為主流的關注被很興奮了很亢奮了 可是這些東西它可能不在 甚至它有可能會出現某種的壓迫的情形 那所以我們就會當然就談到這些東西 我們就會變得是說跨性別 或者是我們會覺得說有些東西你可能有主流 但是有沒有可能更細緻的討論 例如說當這個社會開始同婚合法化之後 我們其實我還記得做過兩三次 一個是收養的問題 一個是收養問題 然後就是民法裡面它其實有一些tricky 就是一些卸制 它並不把它當作是家庭的關係 而是把它當作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我們也做過同婚的議題當中的歧視的問題 所謂歧視的問題就是有些語言 例如說同性戀像野狗一樣多等等的 那這個其實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不覺得法律過之後這個文化態度就會改變 那其實也包括類似像蔡英文跟這個社會 跟原住民的議題跟社會道歉 其實我們還是做了很多 那還有哪些東西沒有做到沒有做好 所以這個就是會盡量的把那些 一個是從觀看的角度不同 一個是主流的與外的邊緣 那應該也要同時被聽到 我們剛剛就是講到一個就是 談的議題會不會對這個社會造成改變變化 或者是拯救 也不要說拯救好像太偉大 就是改變這些困難者的處境的這個問題 那好像就是有一些 也許您剛剛很客氣的說 這不是就是這個媒體或少數媒體 而是大家一起去造成這個認知的改變 但是也有一些問題是 好像沒有辦法被改變的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媒體終究是希望自己報導的議題 對被報導者 尤其他是弱勢的話 希望他的處境能有所轉變吧 那可是好像往往不見得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那這個你有什麼看法 就是說我們報導很多 但是問題是他就是沒有辦法 那對於採訪者來講 或對於一個媒體經營者的立場來講 你怎麼看這件事 就是說我報導了這麼多 但是有些 好他變了 但是有些沒有被改變的可能 那你們怎麼看 我覺得本來就不覺得 我們做了什麼東西這個社會的改變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偉大 也沒有這個能量 但是不能說這個社會 我們做的這個東西社會沒有改變 他可能是比較緩慢 那或者是說他可能還有很多的條件 不夠成熟 或者是說我們沒有足夠的能量跟努力 讓更多人去看到 聽到關心這件事情 那因為有些東西會涉及到 是整體社會的利益跟整體社會的價值 那這些少數的小眾 他的利益跟價值可能跟主流是不一樣 所以他本來就不會這麼快 這是我一直覺得 但是不代表我們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在這裡面就會出現的一種狀況就是 那我們就盡量做 那做不到會挫折 所以其實做我們這種媒體的那種 某種的無力感 其實應該會比很多主流媒體的記者更高 主流媒體的記者無力感可能是來自於他 可能都要發匪文 或者說他可能受到很多的限制等等 或是他的這個各式各樣的原因 但是我們的無力感可能就是 有一部分可能是會來自於你說的 所以之前我們也曾經 剛剛成立沒多久 都還有機會在一些我們拍的影片當中 聽到微微的搓氣聲 所以微微的搓氣聲是我們公庫的記者 在拍的時候他自己受不了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那個挫折是會有 可是我們會有某種的 一種角色的界定 這個角色界定就是 媒體他本身就是一個告知資訊的人 那我們就盡可能把一些事實的東西告訴大家 並且充分的告訴大家 所以如果我們做的東西沒有辦法立刻的改變 那我們就會持續做 例如說移工的議題我們也沒有什麼很大的改變 他還是有改變吧 例如說三年一次出去再回來的這個也是改變 這當然不是我們的結果 可是他還是一些變形嘛 所以我們一直談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些像移工的議題 他的比例會非常非常高 那原住民的議題說有沒有改變有啊 例如說原住民的課綱的問題啊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社會位置的問題啊 他可能或甚至包括總統都道歉 那當然這個社會在改變 可是還是有原住民很多的那種 所謂的微歧視的問題是沒有被改變 那所以從一個媒體的角度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啊 那一直講 那講不夠的話我們就繼續講 所以 包括 這個我們前兩天才去喉童 這是我們第三次做礦工的議題 我們也許還會再做第四次 那就是希望這個東西是可以充分被看到 那只要我們存在並且能夠被信任 那我覺得這個改變動力或是這個能量它是存在的 你剛剛講到就是被信任 就是說有兩個面向去談這個問題 有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是說 因為我們是訪問型的節目嘛 所以我們邀來賓來上節目 那新聞議題就是往往會有 它也許不是正反雙方 但是就是意見的確會對立 但是我們往往邀就是其中的一方 它通常是聲音比較小的那一方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很多 為什麼要找聲音比較小的那 那因為學新聞的人 我不是學新聞的 但是我聽學新聞的人講說 就是說新聞的議理就是正反雙方都要平衡嗎 那我們是不是常常被認為說 我們就是只訪問其中的一方 那另外一方平衡沒有做好 這在我們之前就是 我還在當製作人的時候 有一集那個消防員的那個議題 消防員權益的議題 有被就是有被壓迫的 就是消防員的主管 去質疑我們 就是說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如果是那一集來看就是 那消防員主管他有很多的意見 我們都是來函照燈嘛 就是讓他出現這個部分 不過你剛剛談的是在前端上面 就會被認為是一個不平衡 那因為我自己也是學新聞教新聞嘛 那我們的平衡當然 你剛剛談到的在一個報導裡面 他會出現正反病程或是兩面病程 他可能是一種平衡 可是另外一種平衡概念是 在整體社會裡面的聲音 他是不是出現的這種正反病程 例如說在過去研究社會運動 勞工運動的一種說法就是說 為什麼媒體要報導勞工運動比較多 或是勞方的觀點比較多 在歐美國家 然後為什麼資方比較少 因為資方可以花錢買廣告 資方可以去做置入 資方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做行銷跟宣傳 那勞方他就沒有 他唯一的就是被你訪問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是一個整體社會平衡的概念 就好像我們訪問到很多的議題 那你會發現 我自己的學生在做研究的時候也會發現 也看到就是一些破千的議題 主流媒體都比較偏向在 這個見商這個部分 或是偏向在官方 那相對之下這些弱勢的群體 他所呈現的面貌就是衝突 然後這個哭泣 然後狂叫 大概就是這種情緒的面向 然後沒有辦法拿好好的去說話 所以這就會變成是說 即使他在這個 就算在同一則新聞裡面的報導 他也可能會因為他選擇呈現的方式 讓大家對這些人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資方通常就是一個穿西裝打理戴 然後就很正正經經文文雅雅的這種說法 所以他也會產生某種的說 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它是一個整體社會的平衡的聲音 那第二就是 會不會在這個單一裡面會出現一種立場 偏頗 那這必須成為我們本來立場就是很清楚 那是不是偏頗可能要得要看我們 偏頗不是說 你只有出現一方的聲音叫偏頗 偏頗你有沒有呈現事實 或是有沒有出現你自己去過度詮釋它 我覺得那個可能更重要是一種偏頗的一個 要去關注的地方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會 即使是訪問這些可能被受壓迫的人 我們都還會是站在一個大眾的角度去提問 或是會站在他的對立面的角度去提問他 就是問他問題 就是這一部分我們會讓他聲音 他的不是只有情緒的聲音跟意見 而是他的整個的理由 讓他談得很清楚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會回過頭來 從大眾的角度來去看 例如說台南鐵路地下化 為什麼你們就不搬走啊 這不是更好嗎 然後但是 這是回到一個大眾會去提問嘛 但是像我們受訪者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沒有不搬啊 我們也不覺得不可以拆開 可是我們覺得是要 好好的去做溝通跟討論啊 或者說我們也提出一些對應的方案 那他是可以做的 所以這個其實我就會從某個角度代表 就是我試著去代表大眾 或代表一些對立面的觀點 去做所謂的平衡 有沒有遇到那種就是說 你去讓他說出他的理由 或他的 我們剛剛聊到他的感情的面向好了 就是說比如說他不願意離開這個地方 他有他感情的 可是站在就是說 也許站在所謂公眾利益 就是說強勢的那方常常會這樣講 政府方面常常會這樣講說 這是公共利益 所以你必須退讓 有沒有站在 有沒有遇到這種情形就是說 你訪問到了這樣的受訪者 他就是他有他的感情的面向 那如果把溝通的部分做完全了 做完備了 這個程序做完備了 他還是必須得頒 那他還是很必須被迫接受 還是很難過這樣的情形 還是被迫接受還是很難過 那問題是說都還沒有晚輩他就被迫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還是很 他還是得 最終還是得面臨那個感情的受挫 對 就是因為他沒有充分的溝通嘛 不是 而是就算充分溝通之後 對 我還是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是我祖宗 可能三五代都在這個地方 安身立命 那這個地方感情依戀 在從我們的經驗裡面 我們比較沒有遇到那個充分溝通之後 然後他不想搬走的這個情況 而是 通常在還沒有充分溝通的時候 他就房子又被拆掉 對 所以這個可能是 如果有的話 那當然就是一個可能是個人情感的問題 那當然就不同的角度去看 可是 幾乎我們遇到的都會是一個 至少他自己覺得也是溝通不夠 或在這個程序上面是不正義的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原因 這個比例是比較高的 對 那我剛剛講兩個面向 一個是說好像我們都只要一邊 那被質疑沒有要另外一邊 那再 另外一個面向是說 那在找 就是其中就是弱勢這邊的受訪者的時候 有遇到過什麼困難嗎 就是會要不到或怎麼樣 要不到其實相對之下比較不會 但是有一個邀 我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有些主流媒體常會抱怨說 他就不讓我訪 或者他哭哭啼啼 或他怎麼樣 我們應該也是在你當製作人的時候 我們邀最久的是王婉玉 對 然後邀了很久 因為那時候他剛剛出狀況 就是小燈泡剛出狀況的時候 因為我就有透過朋友去聯繫他 後來你也透過人去聯繫他 但是我記得我們等了一年多 一年多的時間 那邀不到大概 但是後來是邀不到 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就信任我們覺得可以 然後我記得那天他還是有律師一起來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讓他安心 就是李宣義 還是誰一起來 對然後就讓他安心 然後我覺得就是會有這種狀況 但是一般來講比較不會有邀不到的情況 為什麼 你覺得 為什麼 他們很願意 當然就是 你可以說他們很 因為很弱勢沒有人訪問他們 所以遇到有人 就好像抓到伏木一樣 我覺得某一個程度可能會是這樣 所以我們 我們之前也會有一些訪問 然後訪了幾次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們謝謝 那 甚至還有人會在現場要捐款給我們 我們就立刻的不能拿 對就是那個你要捐款 但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還有遇到一兩個會在現場 就是訪問完之後會跟我們鞠躬 這讓我很驚訝 就是我都會覺得我們在做很正常應該做的事情 他為什麼要鞠躬 那這可能是他有某種的迫切希望他的聲音是被聽到 然後也沒有太多的媒體會去關注他們 所以也許我們就是你剛剛談的那個伏木 我覺得某種程度可能會是這樣 另外一部分是我們通常都會讓這些人充分的發言 並且我們不會去過度的站在一個同情他 或者是個人責備的角度去看 就是我想應該我們節目應該是讓絕大多數的人都可以唱所欲言的地方 因為我們幾乎不剪輯的 所以也不是那麼好看或是很難聽 但是他可能是一個完整 我只能是至少穿那時候還會分析 脈絡完整 對那個脈絡是完整 然後我們在題目設計上面也都會是一個脈絡完整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大概你會看到是一個 大家可以充分發言 然後我們不會去扭曲他或者是不會去消費他 那同時有些人如果是一個純粹的個案來 我們通常也會去邀請協助他的一些NGO 然後讓他一起來 那我們會希望從 因為他的個案的故事 他對他來講是需要充分表達 可是對於一般的大眾 我幹嘛要聽你的故事 我覺得就是舉起一把同情類 然後覺得你很可憐 然後呢 問題沒有解決嘛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那個 拉到那個所謂的體制的面向去談 所以我們一定會 如果我們判斷這一個來賓 沒有辦法好好的把那個制度談完 因為他也不見得要一定要 他沒有什麼義務要去把那個制度 搞得完全清楚嘛 那我們就會找另外一個人去一起去配搭 所以那個東西就會讓這個訪問 他不能說是有質感吧 而是他是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結構 那我覺得對於一個受訪者是尊重的 我覺得尊重受訪者是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會常常得到一個很不錯的回應 就是你怎麼可以看得出我書裡面的弦外之音 或者是說我們也會聽到一種回應就是 這是我第一次在燦燃時光會 可是我第一次公開在媒體上面講這件事情 所以他信任我們他會講出來 我覺得聽到這個東西是有 是開心或者是有某種的成就感的 對那這是一個社會信任的建立 你剛剛講到書啦 那燦燃時光好像做了不少書的介紹 那下載的狀況怎麼樣 都是些什麼書 那為什麼找這些書 我們書 就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下載數是平均高的是書 對這是一個很有趣就是我們可能讀書人在看我們這些東西 看我們的節目好像應該是不少的比例 我們女性的比例比男性高 讀書人 女性 然後25到34歲 年輕人 對的比例是最高的 年輕人 那 這代表什麼 這個輪廓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輪廓是我們受到一些新興的力量的歡迎 新興力量 就是一些年輕的 我們還有更年輕的就是 就是大概是主要是在25到34歲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在往上的一個10個 10歲的階層 或是往下10個階層 10歲的階層 所以 你挑了什麼書 讓他們這麼喜歡 我覺得那不是只有 那不是因為看書的觀眾的那個輪廓 我聽眾的輪廓 而是整體節目的輪廓 挑了什麼書 當然就會跟社會議題 有關的書為主 對 我們幾乎都是跟社會議題有關的書 那例如說 最近播出來的 當然就是 移工足跡的地下社會 或是我們也找方念軒談 數位新保理 或者是我們光是 我們也談有關於 有關於無家者的書 我們就談過兩本 那 那類似像這一種 這種社會議題類的書 或是有些當然比較 變相社會學的書也有 相對之下那個 社會觀察 它也不是純粹社會理論的書 也有 對 中國香港兩岸 這方面的題目也談了不少 為什麼 就是說 這跟台灣本土的事件 新聞事件那麼多 那麼熱鬧 電視上每天在播 那你挑這些 好像有些未必是 主流媒體特別關心的 我覺得我們都 台灣有中國因素 這個當然就會知道 但是怎麼去理解跟認識中國 事實上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談中國的東西 其實不會只有談到 它在政治上面的問題 我們甚至會談它內部的社會運動 我記得有三本書 至少三本書就跟中國是有關 例如說 例如說李智德就有來談過 跟這個中國的這個維權運動 系列運動是有關 然後我們也找到那個 有一個去談中國的女性的運動 還有那個什麼大姐 我們在公司談 還有送我們那個 他那樣的酒 扣 扣姐 對扣姐 這剛剛是談中國的書 我至少記得是三本 那這三本事實上 都在談他們的社會運動 或是他們人民怎麼去面對壓迫 然後用什麼方法 甚至他們的民間社會 怎麼在自己的國內 在中國內部去推動民主化 所以中國本來就不是鐵板一塊 那你可以支持是反對 或喜歡跟討論 我覺得那個民主社會都是很正常 甚至你覺得 它會對你造成威脅 而有很多的這種捍衛民主的設施 我覺得那個都是一個很正常的一些狀況 那所以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那香港的部分 就是我們常常會談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雖然我不是很認同這種說法 但是既然我們都這樣子談 那總是要了解今日香港 那今日香港 他不會是只有在反送中運動當中 那些衝突或是悲情的這些故事 那或者是那種激烈的英雄的故事 他有很多很多的 香港很多很多社會的面貌 包括例如說我們光是香港的媒體新聞自由 我們就談了至少有三四集以上 就在談香港的新聞自由 或者是在台港人他在這個地方的生活的處境 那也談了一兩集在談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香港移民 就是類似像生活組 移民到這邊的一些生活的面貌 那這個其實是 一部分是我自己的關心 一部分是我的關心 是因為我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 就常常去香港做研究 然後買唱片 然後跟大家 跟當地的一些朋友在那邊互動 然後也會去 以前 然後有一些台灣的經驗的分享 那所以我本來就會喜歡 然後從小是看港劇長大 對 然後 這個有一部分是個人情感的因素 那或是個人經驗的因素 但是我會覺得在一些公共議題上面 是不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談 所以我們其實不是在反送之內 我們在雨傘甚至更早之前 都有很多的香港的討論 你剛剛講說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你不太認同 那我想到一個議題 雖然這的確不是直接扣連到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就是那個李明哲 李明哲被中國政權那邊 就是抓走了 關了好幾年才 那你們談了很多集 可不可以講 為什麼要這麼用力的去談 為什麼要這麼用力談李明哲 就是 凸顯 不是凸顯 就是 一部分是告訴大家 中國的確是一個危險 只是說 我想說那個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兩邊的處境是不同 因為我們有國家 我們有軍隊 我們有民主 那香港 中國因素是台灣因素的一部分 中國因素是台灣面臨問題的一部分 可是中國因素可能是香港面臨問題的全部 或者他就是在cover在這個中國下面的一個框架在討論事情 所以 我覺得這樣子直接對應其實會忽略很多兩邊的細節跟差異 但是這不是去否定中國威脅的存在 所以李明哲的事情不就是在談中國威脅嗎 為什麼明哲在那邊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或者是他今天可能也就是談了幾本書 介紹一些書 那他就必須要做這樣一個被監禁的這種狀況 那這種監禁是不是也代表我們自己到中國去 那有很多東西是不是也問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不是只有在批評中國如何如何 他也在討論台灣怎麼去看待一個極權國家 他跟我們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會蠻多次在談這個部分 然後也會談到那台灣在面臨救援李明哲的時候 他遇到什麼樣政府做了什麼民間做了什麼 然後我們面臨到的國際困境又是什麼 所以李明哲的主題我們就談了兩三次 那後來李明哲回來之後 其實我覺得李明哲也是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因為我們邀他然後後來他就答應 那他說他是第一個台灣媒體 接受台灣媒體的訪問 那當然專訪 對他其實我們看到其實在之前也有一些媒體 台灣的媒體有刊登他的訪問 但是他是聯邦 可是專門被台灣媒體的訪問應該是我們 晚晚因為那一集好像也是專訪 就是專門的專訪也是我們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回應到你剛剛的社會信任 或是說做一個這些工作有沒有一些 哇很棒啊 就是人家把他重要的覺得我們很小 讓他覺得他重要的公開發言 這件事情是可以我們一起來完成的 對 你剛剛說工庫很小 其實我把工庫跟菜單時光會客是一直 就是當做一體來看的 當然這其中有些差異 你說你們很小 不管菜單時光會客是很小 或工庫很小 可能都很小 但是做了400多集看起來很厲害 很強大 其實人力的狀況你有沒有說一下 現在大概怎麼運作 通過有兩個專職的記者 前一陣子閃爺 但是後來生涯規劃 其實他就是也滿考慮到我們自己的財務狀況 然後他就離職 那我們現在就是主要兩個的專職記者 那菜單時光會客是的製作費用 就是由工庫來致付 那菜單時光會客是的運作方式大概就是 大概所有的企劃製作就是我一個人 大部分 所以可能包括想題目 包括收集資料 包括預防 包括寫題目 包括敲通稿 包括錄製有時候的錄製 因為有時候是線上錄製 也是我一個人在做 那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協助 例如說有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專門在剪輯的人 然後另外一個專門在做聲音的人 所以這兩個我們都是有支付費用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小組 這個小組大概就是中正大學的學生 我們就是想說同學可以一起來做 然後我們會有一些定期的討論會 那針對我們的內容 然後來提出一些意見跟檢討 那同學們也可以去提出他的企劃 所以有些企劃也會是同學在做的 但是比例不高 但是發現這幾個月開始有比較多 就是慢慢大家有一個 在這些工作上面也越來越成熟 然後我們會有文稿的製作寫作 那在寫作寫作也大部分就是由中正大學的學生來寫 對那每個都是有付錢的 對就是我要問的就是說 你們做了110幾級的勞工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提到 就是那個比例是很重的 那就是說這麼少的人 還有你剛剛說學生也幫忙做 那有付錢 那他們的勞動條件 付多少錢嗎 對 好也可以說一說 沒有什麼不能說 就是剪輯一級三千塊 對就是比較是剪輯 然後會做一些就是後製的部分 那寫稿企劃 企劃通常就會討論就沒有 然後就是一些我們的討論 沒有不會給錢嘛對不對 就不是為了這件事 是說大家一起學習 那但是如果他有實際的勞動這件事情 就是企劃完成 然後我們通常企劃完成我們就會做 那一集是800 然後寫稿是應該是800 就一集的稿 那都不多 還都不多 但是這個給是基本 然後這也是會在 一開始就是都會先講清楚 那會不會因為私生關係 就說勉為其難 不過有些人會覺得說 雖然我們那些兼職的剪片的後製人 也有年終獎金 所以他們也會嚇到 為什麼會有年終獎金 可是這不多 但是該給的還是要給 至少該給的都有給 對但是因為你們離開我們 所以我們離開 因為PN離開我們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 PN自己都消失了 消失了 所以那個求抖內求贊助 對這邊一定要記得 我們的捐款的方式在 你是最後是要故意要安排這個問題 讓我來求抖內了嗎 這不是你的期待嗎 沒有設置這一題 那就是 就是因為應該講說 公事之前其實也非常謝謝 就是給我們 雖然你意思是說錢不多 可是其實對沒有錢的人 一塊錢都是非常大的錢 所以這個跟我們來講是很大的幫助 至少我們可以慢慢的 至少我們還有一些比較穩定的錢 但是在過去了 過去就 那現在怎麼辦 就超多 那你自己捐多少 怎樣講啊 我定期 我忘了耶 300、500 太少了 可以啦可以 300、500都是百 希望可以改到千 這樣子 好啦開玩笑 我緊張 對 我覺得任何的捐款 大大小小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就是一直想要捐低力量的支持 對啊就是其實這種小眾的錢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這個當然我們也會希望這些條件更好 所以當然我們沒有很好的勞動條件 那就是因為我愛做啊 那就我就來多做一點就這樣 就是其實問題差不多啦 差不多了 就是說你剛剛講到捐款的問題 這其實之前也有聊到 但是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除了這種小額定期定額之外 有沒有那種大筆的 那你怎麼看待這兩種之間的差異 你會不會希望就突然拿到一大筆錢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再好好的辦一個媒體這樣子 很大筆嘛 像報導者那種超大筆的嘛 我不知道那個大 多大多小啦 但是就是說 比如說一次捐個三五十萬 一百萬兩百萬這種的 你們最多有幾十萬也有甚至是百萬的捐款 但是這些就是例如說他其實 應該是說在一開始的時候 公庫本來就要收了嘛 就是有一筆完全不認識的人 因為聽了我們的演講之後 捐了三十萬給我們 就是在高雄的一位童先生 那我其實都還蠻感謝他 因為這筆捐款才知道原來我們是可以有捐款的 我們做的還是被肯定的 雖然他可能也對我們不見得是那麼的了解 但是他因為聽了我們的演講跟本市長 都覺得他可以支持 所以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通常都會是 或是十幾二十萬都會有或是有百萬 但我覺得沒有錢的時候 這筆錢是很重要 就是有一筆錢大筆的錢竟然就是 至少我們還可以再往前走 可是我還是很期待 當然我不會反對這種大筆的錢 但你不要告訴我們要做什麼 所以即使幾十萬曾經有過的百萬 這幾十萬那種比例都很低 但是也從來沒有要我們做什麼 或是干預我們做什麼 或是建議我們做什麼 就是一錢都沒有 就是直接把錢拿過來 那我覺得這是很感情 因為他就是尊重我們 他自己捐款 他覺得這是一個可信任的 所以他就捐 但是我會更喜歡還是那種小眾的 是那種小額的 因為但是是一種小眾小額並且是長期的 所以這種小眾小額的長期 我們才可以知道有一些穩定的財政 然後這穩定之後 我們才會知道 是不是要再增冷 是不是要不要再增加多做一些東西 或者是我們當每一次大筆的錢進來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考慮兩個 一個是增冷跟調心 對 當然是我們就調心一直往上調 就沒有減 但是一個大筆的沒有在其他更多錢 就是維持在那個有的薪資上面 有的薪資上面 他就是當然就會越來越緊繃 對 所以那個穩定的支持是會比較重要 所以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或者是 因為有時候這種類型的媒體 他是活在社會氣氛裡面 所以社會氣氛裡面就是那種 社會運動比較發達 這類型的媒體 他的捐款就比較多 但是因為最近這幾年可能都還是蠻 沒有像過去的社會運動那麼的蓬勃熱烈 然後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原本固定都有10萬11萬的捐款 現在就變成5萬甚至掉到4萬 那個落差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現在還維持得下去嗎 目前還可以 但是工庫一直考慮要把燦爛給停掉 對 你有聽到嗎 我有聽到 我是說主持人 主持人聽得到 我是代班主持人 代班主持人聽到了 聽到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多多捐款 挺工庫也挺燦爛世關會 謝謝 非常感謝主持人接受代班主持人的訪問 我們把麥克風換給主持人 好 是的 東木哥我們接下來就要跟大家說 暫時的再會 因為我們這一集的節目到這邊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可以多了解 我想我們在談一件事就是 不是看到我們做什麼出來的成果 而是可以一起來跟我們討論跟思考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以及怎麼做 我覺得這是我們在做這個媒體的時候 就會覺得 不是給你這個好看的東西或精彩的東西 然後你很感動或是很刺激 而有些收穫 或者是這個媒體的運作是大家一起參與 所以也特別謝謝東木幫我們揭秘了一些東西 這個揭秘 因為說大概就是我自己在思考這些想要做什麼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好吧 那我們就下週再會 感謝